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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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茜茜 走吧 我们去买饮料 稍等我一下 本书我还没抄完 啊 浅瑜要一起去吗 嗯 我也要去买 怎么问这种问题 我们不一直都是三个人一起的吗 明明是三个人的电影 我却始终不能有姓名 逍遥哥哥 你和灵儿妹妹一起去吧 帮我带一盒酸奶就好了 浅瑜 我看你真是疲痒了吧 你再用这种语气说话试试 啊 紫苏救命 小微要打我 浅瑜 你这样我没法抄板树了 紫苏 你也要抛弃我了吗 你自己活该嘛 我才不管你呢 哼 重判清理的滋味怎么样啊 好吧好吧 这次就算我输了怎么行呗 浅瑜 酸奶是没有了 好好期待我帮你带的饮料哦 我不要喝苦瓜汁 你救命啊 紫苏 快点啦 再等会儿就上课啦 嗯 好 嗯 好 你的裙子 紫苏,你的裙子就起来了 还好我们学校没有男生 不然你这走光可不得了 哪有走光嘛 只是稍微翘了一点而已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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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学了吗 还没 班主任来了 哦 把你的口水擦一下 脏死了 我刚才梦见 小伟把我推进苦瓜之池里了 小伟把我处食了 太好了 紫花转学来之后 我们总终于也是四人小组了 原来做调研还是以小组为单位的 抱歉 之前忘了告诉你了 因为在班主任安排之前 也不确定你会分到我们组 没关系 毕竟计划往往赶不上变化 紫花 你是不是还有什么别的事 没事 请不要在意 那么我就长话短说吧 因为木槿的习性是朝刊暮落 所以学校特别允许 周末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到学校花园去进行调研观察 不过天气预报倒是说 周末会有正语 因此 我并不建议周末来学校 大家可以在家上网查查资料 潜语和紫花也最好在周末的时候 将时算的报告写完 这样从下周开始 我们就可以一心一意地去研究木槿了 好 好的 我明白了 紫苏 你觉得这样可以吗 我没有问题的 那我们今天就先各自解散吧 抱歉 那我先失陪了 还以为能和女神多聊一会儿呢 等你周末把八月的调研补完了 后面多的是时间和你的女神聊天 那如果我周末没有写完呢 那下周你就一个人留在教室里写吧 不不不 我周末一定搞定 那你加油 妈 我回来了 嗯 快去洗手准备吃饭了 怎么了 一回家就撒娇 嗯 笑着累了 让我靠一下吗 哼 但是不要用妈妈的围裙擦手哦 妈 你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 不早了 是紫苏回来得太晚 今天是周五嘛 而且放学后和小薇他们聊了一会儿 和朋友们相处得不好吗 不是啊 我和小薇他们又没有闹过矛盾 那是什么让紫苏这么累呢 嗯 不知道 是关于学习还是关于人啊 是关于学习还是关于人啊 大概 是关于人的吧 该不会是恋爱的烦恼 该不会是恋爱的烦恼吧 怎么可能 我酿的可是女校啊 整个学校里 因为只要紫苏觉得幸福就好了 嗯 不行 妈妈也要幸福才可以哦 紫苏幸福的话 妈妈也就幸福了 这种说法 还真是狡猾 我会不会是恋爱的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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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不会的烦恼 我会不会是恋爱的烦恼 《词》 陈医码 也是 %衣 我会不会是恋爱 第一次 对 ゲ já 糟了 忘记还给他了 只能周一去学校的时候再给他了 不过梓华看起来像是附家大小姐 为什么会带这样的东西啊 难道是珍珠 还是什么别的宝石吗